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介紹的是 使用集的第二階段的最後一題 4.4的部分 這個是電路圖繪製的部分 這個題目用了比較多off page 那同學呢 使用上就是特別要注意這個off page 我們現接過來的地方大概是接到平的 還是接到尖的 這代表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代表這兩個是導通的 這兩個是導通的 這兩個是導通的 這個在專業集的部分也常用到 所以同學在使用上要特別小心 那這個二集體是要把這個文字的部分顯現出來 這個k1的部分也是要把這個文字的部分顯現出來 這個switch的部分是比較特別的部分 它有一個value 前面三題都沒有value 那這一題有個value是reset 那這個部分要特別把它注意 要特別注意 這個是它的value值 這個是k1的value值 這個也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這是原件表的部分 原件表的部分也是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j1j2j3的順序 記得要先取原件這個第六項 再取第七項 再取第五項 不然的話這個j的編號會有錯誤 錯誤的話這樣子分數就會有影響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來demo一下這個題目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先開啟PetsLogic 這是license警告 直接跳過去就可以了 那在使用期第二階段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會入我們的library 那點選manage library 那使用add的方式 找到提本這個隨身碟當中提供的這個library資料夾 把兩個匯進來 匯進來之後 要確認 這裡面已經把這兩個library匯進來了 這樣這個步驟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把這個檔案 命存新檔 那根據提本的要求 存在隨身碟當中 準考證號碼資料夾 second裡面 那檔名叫second-n-xx 這是第四題了 xx是考試的時候抽到的崗位號碼 下一個步驟是環境設定 從tool裡面點選option 這個紙張的部分 第二階段採用的是size b 跟b大小的紙張 那general的部分 我建議這個design的部分設十 display的部分設100 那同學還是可以依照你的喜好去做設定 那再來是訓練的修改 從setup裡面點選sheets 把這個改成temi-xx xx是考試抽到的那個乒乓球上的號碼 那接下來我們開始取用原件 那我們原則上是照著這個 零件表的順序來取用 第一顆是個8051 先把它擺到圖上 再來是一個Q1 2N2222A 把它擺到圖上 再來是C1跟C2 CAP0805 需要兩顆 需要兩顆 再來是CAP-A15 C3的部分需要一顆 再來是J3 所以我們要先跳過J3 先做J1 是con-sip-8p 8p 8p的意思代表它有8隻腳 所以呢需要加在圖上8次 1 2 3 4 5 6 7 8 再來是J2 J2是C-O-N-R-A 2p-200 2P代表兩隻腳 所以要加兩字 再來最後一個J J3是con-sip-3p 3p 3b代表三隻腳 所以要加3次 那J加完了再來是D D1是Diode 是個二極體 要把它加到圖裡面來 再來是電阻 R1S0805 一顆R1 接下來是R1S-1R R1S-1W 是2分之瓦的一個電阻 再來是SK1 叫做RLY-RLY-SPDT 這應該是一個switch 再來是S1TACK-SW 最後一個元件 是Crystal XTAL1 先把元件都取用到圖中 我們再來做修改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一個一個元件來做編輯 我們先把這個switch 移到這個圖的左下方來 先把它轉一個彎 Ctrl-R 放大一點 這一次用來是三次角 所以我們把三次角對齊 那這個S1的部分 把它轉回來正的 那這一體的switch1特別不一樣 它有一個value叫reset 所以你要進到這邊 在這邊add一個value value value的名字叫reset reset reset 然後呢 我們到visible這邊 把part type勾選掉 那把value勾選起來 那回到圖上 我們可以看那個reset的指在這邊 那把它擺到圖上 這個是S1的部分 再來是C1 跟正是C3 C3 我們把它取到這個 switch的旁邊 那C3在圖上呢 是這個上面是平的 下面是半無形的這個形狀 所以按一次Ctrl 把它放到圖上 那value的部分 要做一個修改 value的指是10μF 10uF 再來是R1 R1 那 電阻2在上E在下 是用Ctrl R 等一下做一個旋轉 那我們把這個 擺在這個R2 這個C3的下面 那R1的值 R1的標示層 要把它轉過來 這個數值的標示層 要把它轉過來 那value的部分 R1的value值是10k 所以我們在這邊 輸入10k 那再來是Crystal的部分 C1跟C2 先把它取過來 這可能有點太低 我們稍微把這幾個元件往上移一下好了 那C1跟C2 先拿C1 C1在2的左邊 那C1 Pin Number 需要標示出來 所以把Pin Number勾選起來 那value值的部分 是30pc 法拉 那再來 我們先把Crystal 取過來 Crystal在這邊 那先把它轉成 橫的 那再來擺在這個C1的附近 那文字標示層把它轉正 那C1的value是12MHz 這個 稍微把它錯開一點 不要讓它重疊了 再來是C2 那C2的value值 也是30pc法拉 再來是我們的 8051 8051把它取過來 Pin9 大概對應到我們的 這個Switch的中間 接下來 是我們的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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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 然後左右映射 按個Ctrl F 把它轉過來 Q1的位置 在我們這個 Q1 Pin1的旁邊 這個BCE 稍微移動一下 不要讓它重疊 這樣子 避免被扣分的機會 再來是R2的電阻 放在這個Q1跟這個Pin1的中間 那Value的值 是1K 再來是我們這一個 K1的元件 K1的元件 Pin3在靠近這個 Q1的C端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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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in1 這個Pin1跟Pin2 方向 在圖上是上下下 這個反過來的 所以要把它轉過來 是Ctrl Shift F 做上下的映射 再把它擺到這邊來 那D1呢 是 這個 負端在上 那在2跟1的中間 那圖上需要顯示它的Value 這個D1的文字 產線 把它轉正 Ctrl R 需要顯示它的Value 所以我們在Value這邊 輸入它的Value值 1N4148 1N4148 那在Visible這邊 需要把Value值勾選起來 才會顯示在圖上 我們要把Value值的部分轉正 再來 是 兩個Switch 兩個這個 這個Jumper 這幾個Jumper 擺在一起 兩個朝上 兩個朝右邊 J2的朝右邊 J3的朝左邊 Ctrl F 我們把它轉過來 稍微再過來一點好了 好 J1的主要 這幾個 J1的主要 N4的主要 我們最好 左邊 Ctrl F 把它轉過來 J1再上 我們就從 J8 由下往上排上來 再來第四隻腳 第三隻腳 移去往上排 J1 OK 這樣 元件取用的部分 大致上這個擺放位置 這個編輯 位置的擺放大致就完成了